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有部份的人會慢慢地矮 為什麼會矮呢? 因為腰椎會出現一些壓迫性骨折 壓迫性骨折有些人躺著 已經很痛,當然會知道 但是壓迫性骨折可以慢慢地矮 這種情況是自己未必會知道的 而親戚尤其是每年見一次 或者幾個月見一次就會更容易地發覺 骨質疏鬆由於沒有痛 所以便是一個無形的骨折 收經後,特別瘦的人 或是平時沒有怎樣吃奶類製品 或是年輕的女性 年輕時都不曬太陽 或是完全避開太陽的話 便會更加容易有骨質疏鬆 我們通常會做骨質密度檢查 尤其是一個沒有骨折的病人 我們會看回T分數 如果T分數是負三或是低 我們會建議用一個比較高的藥物 就是一些促進做骨細胞的藥物 如果病人曾經有骨折 再加上骨質疏鬆的話 也值得考慮用一個促進做骨細胞的藥物 如果是輕微的骨質疏鬆 如果沒有骨折的話 再跟醫生商量用什麼藥物 其實如果一個患者 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骨質疏鬆的話 促進做骨細胞 暫時是可以最快的 令到骨質密度改善的 你的骨質疏鬆的話 便不容易會有骨折 如果一般的研究 如果你是打了這個造骨細胞的針 可以減少了60%的腰椎骨折的機會 另一方面 如果曾經有些病人是有斷骨的 打骨質疏鬆針的話 那個斷骨也會快些癒合 如果是因為骨質疏鬆造成腰痛的話 他打骨質疏鬆針的話 腰痛也會快些改善 一般的研究 如果是女性尤其是未收經的話 喝多些奶 多些乳酪製品 芝士 豆腐 豆類 堅果類 都是有效的 當然 都要有維他命D才行的 如果沒有維他命D 那些鈣就吸收得不好 維他命D最主要就是曬太陽 當然如果有時候曬不到太陽的話 那就再考慮一些維他命D的補充劑 做運動會促進一些鈣 是能夠幫助更容易進入骨 但是如果你不吃鈣 沒有維他命D 你做多少運動都沒有效的 也沒有救過更多 便你做過更多的